交接異性 李熙和调派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 警察局长李熙和这几个字 终究还是得由台北市长蒋万安说出口 北市警察局长不达交接典礼 蒋万安还是来了 先前为了人事吵翻天 而两人似乎悄悄破冰 或许在先前的争议中蒋万安是委屈的 但这回的交接典礼 进场前李熙和全程黏金锦 梅嘎就在于他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拉出了上下属关系 也让蒋万安对他有所期许 治安以及警记是市府最重视的指标 对于任何绷级案件 我们绝不护短也绝不宽怠 同时也请新任警察局长 整治警记 我们要让粮币驱逐猎庇 检察局是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单位 未来为期许新任的理局长 都能够配合市政府的这个政策 全力来做执行 治安警记是重中之重 张荣新不断叮咛 就是要李熙和好好配合市府 只是对他来说挺过了人事争议 还是得小心翼翼 在市长及议会的监督之下 带领所属前立以赴 警察局因为我个人跟市府 之间的沟通都很顺畅 互动或许真的算好 至少比以前好 很好啊 局长 我想为台北市整体的 治安警政的工作 我们都有共同目标 我们都会一起努力 有共同目标的两人 还是一样一前一后离场 但在交接典礼后 李熙和终于有勇气 搭上一把 或者讲万安离开 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万安警报或许也不再响起 东森新闻 旅士起苏纸杰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